订阅关闪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想请示尊规上时 尊规上时开始过 对三界内的事物还有执着 就没有办法解脱 那弟子疑惑 若是对世间的执着 这辈子没有修好 是否还是可以求代业往生 是否只要心愿行聚足 对于世俗的执着 还没有完全放下 并不会影响自己求生净土 恭请尊规圣师慈悲开示 那个世俗的执着 要越清越好 世俗的执着 有还是会代业往生的 但是 那就是有一个 就是你那个世俗的执着心 如果太重 重到你往生净土的意愿 他已经是不想往生了 有的人就希求净土 有人是希求会土 对不对 有的人修着修着 都没有修出离心 不修出离心 结果就发现 其实自己的心 都在这个五着恶事 所以这莲花生大师有开示 如果你只追求自身的幸福和安乐 你将于无上佛道无缘 你只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安乐 就是我家 我的薪水 我的身体 我的女儿 我的太太 我的车 我的名声 我的利益 我的工作 都是这些 都是四足五欲这些原境 都在你的相续之中 牵惨 紧紧的捆绑 那你在学佛修行 你也是会追求这些 自身 自身 衍生出去的这个环境 你的家 你的亲人 这些 你只是 着眼在这些的利益安乐而已 那你就与无上佛道 就是无缘了 无上佛道 它都是不追求己身的安乐 都要回向一切的友情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对世俗的执着 要尽量地减轻 我讲这样子 很多人听不懂 所以我后来就讲更白 更白 讲更白 人家就不适应 但是我希望你听懂 你不适应 你就把它记着 用纸包起来 回去 有的时候打开 我来看一看 听一听 我讲的就是说 世俗的执着 你要减轻 我就一条一条讲 我们最常有的是什么 亲情 爱情 友情 对不对 不要深化 如果他会淡化 对不对 不要害怕他淡化 我们夫妻以前是谈恋爱 大家都看电影 坐在电影院都还手牵手 他为我吃爆米花 我为他喝木瓜牛奶 现在都没有了 不要怕这个 你如果人的感情 或者人的那种 在一起的那种 缘分 它有变化 你倒不用太害怕 你要让他拒异 要让他拒异 我跟太太虽然不像热恋的时候那样子 但是我们升华 我们现在都在彼此成就彼此的道业 只要他想修 他想消业障 我就支持他 只要我想修 要做什么 他就帮我做家事 帮我带小孩 我们就这样互相来成全对方 那就是升华 如果你有升华 你那个感情有说会更无情吗 没有 感情是更坚固 但是它是那种不执着 大家要共成佛道的那种情谊 如果你的那种 爱情 亲情 友情 变成这样 那是非常好的 那到最后的时候 人百年之后 终有一死 终有一别 谁要先走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做好了 我到现在还要用最大的努力 再送你一程 我们西方极乐再相逢 大家都能充满正知正念 而且不会特别的哀期痛苦 这就是修行带给我们莫大的利益 而且这不是自我催眠 你如果真的如法实修 它真的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西方极乐世界必定再相逢 那时候的欢喜 无可言喻 你们那种当初那个爱 才不是一生一世 短暂的 到时候你们西方极乐再相逢 那就是永恒 那时候你们的相见欢 那超过人间的百千倍都不止 你难以想象 我先讲感情的部分 感情不要深化 不要再去纠缠 不要再去那边 你死我活这样子 感情就是淡了 让它具意 淡了就是冤欠少了 比较轻松愉快 就是冤欠少了 像一般的朋友 有的时候想到 十天八天才给你传个line 传个回信 最近好吗 出门要带雨伞 谢谢你也是 又十天八天又不联系 那没有什么冤欠的 对不对 每天在那边聊 聊得回去睡不着 他今天讲那个 是不是说我脸太圆 是不是说我腿太粗 又换回我也来暗示他一下 传个胖子图给他看 那个就是有 那个看起来很有感情 联系很紧凑 有没有 那冤欠很深 大家都你死我活这样 在过日子的 所以比较淡然 那是冤欠少 但是说大事情 会不会挺你 帮助你 照顾你 会啊 你真的需要帮助 要去医院 要干什么 他要照顾你啊 会啊 那种情意不变 对不对 但是深化的那种 多余的那种 千禅执着 他已经淡了 那学佛就有这好处 还有这个金钱 我们一般讲情 再来讲钱 对不对 金钱要修布施 这是佛法跟你讲的 你就会减少财 跟情的执着 那其他就是比较 次要比较支分的 你如果在人世间 情 你也过得了 都放得下 财 你也过得了 也放得下 我就很难相信 有什么还能拦住你 有啦 比如说这个面子啦 执着啦 民生啦 权力啦 你注重自己的形象 你就知道 哪里弱 哪里去修嘛 把那里修好嘛 等到你这些 都已经修好了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事 可以留下你 可以拦得住你 没有啦 谁的子宫你都不去了 对不对 你只有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现在就是 说要学佛修行精进 就逐一的修 逐条的修 我们知道自己的项目 哪里比较弱 哪里要加强 去逐条的修 它的用意就在这里 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有的人是口腹知愈 有的人是口腹知愈 因为口腹知愈 还要去杀生 喜欢吃鱼 所以要去买鱼 甚至要去钓鱼 新鲜的鱼 喜欢吃螃蟹 糟糕了 那你今生怎么办 人生几十年 一下就到 你后面活着的时间 不一定能够跟人家 解缘世解 你看我们这放生会的人 各县市道场 国内外放生会的人 他在消自己的业障的时候 那放生 有的时候大放生 都好几次 所以你一生能几次大放生 所以你余生怎么跟人家解缘世解 所以就是要扫造业 扫造孽 你就这种断恶 修缮 这个要做扎实 不要这个也布施 感情也淡化 好像大象的都有修 有一个死要面子没修 爱面子没修 人家只要讲到我 我受不了 这个没修 这件事把你留下来了 那好了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富贵的人 但是你又轮回了 我跟你讲 你一富贵又难修 富贵人几个人要修 你说说看 富贵人家几个人要修行 富贵人大部分 年轻轻 他造业就已经不得了了 杀生 邪淫 或者那种 太多了 所以今生就要赶快去承办这些 让自己有保障 让自己有把握 可以往生净土成功的事情 该解缘世解的赶快去做 点准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Youtube Youtub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